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华尔街这个双子座这个居然遭到先是两家后来是三家后来还有美国五角大楼总共遭到四家这个有恐怖分子截止的飞机的袭击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当时震惊了世界第一死亡人数之多到现在看到大家如果去过纽约这个zero ground就是零点基地就是双子塔这个遗址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总共死亡人数有3000而且都是美国华尔街的经营那么在这个zero ground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们把当时无辜死亡的这个那些人士以及死亡的救火队员姓名一对个写出来 其实令人震惊当然令人悲愤也尤其是令人产生深刻而长远的一些反思这个从战争形态上来说它是一场战争只不过是一场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因为战争吧一般都是两军相战而且采用战争的手段有武器它居然可以劫持几架民航的飞机 用自杀式袭击的方式然后在美国的军方和情报机关化学合作传统的安全机关完全无防备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袭击 这说实在的既是开创了打引合作非传统意义上战争上的一种先例同时也是美国 脸面无光美国的情报机关对于手土丢折不是手土有责了对手土丢折感到无限的这个无地自容 那么从这以后美国的这个反恐啊等等啊包括在军事理论上把非传统这个安全恐怖袭击也包含在其中 所以这20年21年应该说世界范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相对比较少尤其在美国本土911是美国本土遭到的第一次袭击 911到现在美国本土没有遭到过重大的袭击当然后续如何话不好说但这至少说明一点 美国上下都起来了都动起来了而且美国的反恐措施这个投入了人力物力 投入的精力投入的资源甚至相当程度也以损害公民的权利代价进出国美国的人们都可以知道啊 这个包括在美国国内这个在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的窃听其实是相当这个普遍啊 但是这客观上是恐怖主义在过去21年时间里面 在美国没有再出现了 当然与此同时美国也动用了很多的全球的反恐力量 一步一步的在铲除从开始的基地组织到后来的这个伊斯兰国等等 现在为止有没有完全斩草除根不得而知 但至少从板拿登以及基地组织和伊斯兰组织等等一二号人物 这个先后被剿灭应该说也是相当程度也是剿灭了恐怖主义的基础 但是这个根会不会再继续长出来 这不是一个军队也不是反恐能解决的问题 这坦率来讲是一个文明对话的问题啊 这我一会儿再讲第一个 第二个呢在投入了如此大量的资源之后 在911之后也发生美国也发动了两场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战争 一场是阿富汗战争一场是伊拉克的战争 而且当时全部以反恐为名 在这个国际的政治舞台上以正义为名 当时谁都无法阻拦 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无论是阿富汗 8月31号美军撤离 一年多之前的产相到现在屡屡如在眼前 根本没有成功 而且现在反而美国在阿富汗还需要跟他当年希望产出的对象 塔利班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 那事实证明在911之后 这个背后其实塔利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伊拉克那就更加荒唐了 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及由他所代表 或者周围那些新保守主义分子以反恐为名 对伊拉克展现武装袭击 产出了这个虽然是独裁 但毕竟也是这个主权国家象征的萨达姆德政权 最后其实意态意在实现美国的大中多民主计划 换言之当时这个反恐是只是一个理由 实现大中多民主计划 实现传统的地缘战略战略 才是美国上的小布什胜负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这里面其实美国的民主就倒来无存 美国擦哪间就从道德制高点上掉下来 而且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去年去世的美国的前国务卿鲍威尔 人生最后一世的英明就丢在这个上了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还拿着中央情报局的假证明来作伪证 最后美国是在没有联合国这个授权的情况下 可以说汉兰发动了对伊拉克的这场武装侵略 颠覆了一个民族生权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过去21年当中发生的事情 那么其中有本来的这个表层意义上的反恐 因为毕竟你要把恐怖分子斩少除根吧 根没有解决 同时也有衍生性的这个原来已经升职于人类 结构深处的那些地缘战略冲突 借着反恐的名义又重新生效身上 就像两年前的疫情来临之后 本来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全球的健康危机 但没想到原来升职于我们深处的这些传统的矛盾 反而会成为一个爆点 反而会引发出来生肖成伤 所以人类的意思有时候走着走着 它就会让人产生很多的唏嘘 但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21年之前 这个当时人们就提出一个问题 说美国要汲取教训 虽然恐怖主义谁都不赞成 但是恐怖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根源 人们要有严肃的思考 人无缘无故 我们经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凡有恨必有根 凡有爱必有情 对不对 那么既然有如此深仇大恨 尤其非传统意义上的 以滥杀无辜 自杀式表现出来的这个仇恨 当然它有伊斯兰极端教义分子的那种 教义上的极端 但它本身也是一个手段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过去几十年 积累起来由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经济 第三者合而为一 我说三提量良药 田药放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到就有可能成为批霜 而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批霜效应之下 在国际经济秩序已经产生严重失衡的情况下 所以在这种严重失衡已经导致了现在的全球化的死亡 导致了地缘战略的冲突的不断起来 也导致了西方对包括中国为主的这些国家的这种敌意 以及未来的战争的风险正在越来越向我们走近 以及在各个经济进入也不断的产生社会骚乱和革命 这个就是全球化 问题不在于全球化 问题在于全球化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 或者全球化被错误的管理这才是问题 那么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的背后 其实它是一种文化秩序的市场 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家大部分的这些人民 这些国家其实都是经济相对比较弱的国家 而在我经常举个例子 就像两人一个不会游泳一个会游泳 一个游泳接近一个不会游泳 两人如果同时发给他们一个救生权 让他们去横渡长江横渡华河 这没有意义 这种表面的和这个游戏规则公平的背后 其实是赢家通知 所以最后的所有的炉药 所有的财富都会归于游泳接近 所有的愤懑 所有的这个怨恨 都会归于不会游泳的人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这些经济持续的背后 实际上是没有进行很好的管理 而在恰恰在这过程当中 那些本来以及我们知道 他没有受到很好的照料的那些 文明上又带有这样那样 一些情绪的国家 恰恰成为很大的牺牲品 而在这过程当中伊斯兰攀体 问一下 我们下年组的 勇者 安全带领 把鉴撒在山口前